我一般都要放下来 我一般都要放下来 参赛选手们你来我往切磋球技 基隆市体育会桌球委员会 主办的112年主委杯桌球锦标赛 在市立体育馆热闹开打 担任桌球委员会主委的曾继颜议员 欢迎全国各地选手来到基隆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出席开幕活动 我想主委杯全国的锦标赛 那是14号跟15号两天 那昨天是我们的国应该是学生组的 那今天是射男组 然后总共队伍有120队参加 那在这边呢希望 我是希望个人是希望说 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打桌球 我希望提倡我们基隆市的桌球的风气 然后特地办这个全国比赛 让全国好的选手都来在这边 让我们全市的一些喜爱桌球的朋友 能够互相的以球会友这样子 非常开心看到我们基隆的桌球运动 在曾继颜主委的带领之下 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 桌球是我们的国球 也可以这么说啦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在世界各地 我们的桌球选手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所以基隆也会继续的努力 把桌球这个运动 不管是赛事还是活动还是训练 我们会办得更好 我们也会密切的跟 曾继颜主委来合作 让桌球可以 因为桌球我个人认为可以 协调力跟这个反应 都是很好的对孩子们的一个训练 所以就这一点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训练大家打出更好的桌球 那我想在这边我会建议我们 基隆市的教育处 然后在那个学校的体育帮方面 一定要加强 那我想最近也有听到一些消息 比如说我们体育班的一些可能招生不足要裁测 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能够让体育班有机会来缓冲一下 看怎么样的配套措施 让体育班继续来维持下去 让所有的学生 从学 我小到国中到高中 一路上都是做完整的桌球训练 体育会桌球委员会期待 在市府的支持和规划下 能将桌球运动向下扎根 从校园有系统的来推广桌球运动 培训运动人才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